好了,來到農曆三月的塔尖亂南星座雲世 首先有個好消息要宣佈 記不記得之前的塔尖亂南星座雲世是逢初一十五的嗎? 但之後因為比較忙,停了十五個期 現在每逢初一新月才做 但是鑑於現在香港,時勢很動盪 風雨飄搖,人心很不穩 大家常常人心惶惶 我應該要多放一些精力在我身於師、長於師的地方 也想為大家多派一些定心院 做一些心靈安撫的工作 為大家指點多些迷進 所以現在每一個月都有兩次 初一新月和十五滿月的兩次 也有另外一個好消息 總共有兩個好消息 就是我上年一直說 那個客人給了一個推動 就是六合彩中了 我一直說要做二占 要回饋社會 尤其是加上這個時勢 我覺得是最完美的時間 我大概下個星期就開始做二占 那就請大家密切留意 Facebook IG 我會公佈的 OK 如果你們真的是我熟悉的客人 你們一直有WhatsApp聯絡我 我都會在那裏做一個 就是一個broadcast list 去跟大家看一看 好 無論如何 現在言歸正傳 巨蟹座 那不是嗎 渣男渣女 但是呢 其實不是在家裡 可能要常常睡在床上 大家沒有聽錯 可能真的差一些 餓病再床 我們會很容易 真的因為身體的問題 健康這些疾病 而令我們餓病再床 為什麼呢?我們可以看一看那個星盤 好,首先在自己這裏沒有東西好看 除了這個不交點,逆行的不交點 但是這些不需要你 最重要就是看公主星 月亮 因為這次是一個初一新月 當然就是日月合 然後呢 因為我們月亮在白羊座 其實是一個失利的位置 加上是日月合 因為他們兩個是相搭 所以其實月亮的力量是完全被燒溶的 我們需要看太陽 何況因為太陽是做什麼呢? 太陽在白羊座 是一個 不是最的 是獅子座入廟才是最美的 但是 它也是一個 我們叫一個約星的狀態 所以其實月亮這裏是完全被燒溶的 是的 它現在已經沒有了自己 沒有了自己的自主性 是的 那 何況呢 我們問一下 土星 土星入廟水平 土星在零度入廟水平 土水平就跟這個日白羊 就是月白羊 但是再說一次 月亮已經沒有了 就形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 是形成了一個六分之上 還有我們要看一下 其實 土水平 是這個入廟的地方 但是 好就好在其實是剛剛零度 它的力量還沒算是很強 非常之強 還有何況這個六分上 其實是差了四度 土水平在零度 然後這個日月白羊在四度 對我們來說其實是講什麼呢? 是講身體健康 我們會容易有一些身體健康毛病 這些危疾的東西去出現 是的 尤其是在哪裡呢? 尤其是在我們的下半身 是的 在我們的下半身 大家要小心多些 還有關於我們的血 整個身體的很多的循環問題 是的 就是任何那些 內分泌 淋巴 諸如此類 這些 內科的東西 神經的東西 是的 因為這些毛病 我們是需要經常看 就是沒有了那個自我 沒有了那個自主性 所以 是的 那個活力會比較低 大家 巨蟹男巨蟹女 在這個農曆三月 要注意一下 但是你說 是不是很嚴重呢? 我剛剛也說過 始終土水平現在是在零度 它還沒說去到一個非常之強勁的一個 即是來勢洶洶 是的 還有第二就是 始終是欠了四度 那個ORP 那個容許度是欠了四度 不是說吃到一會兒 還有最後 畢竟都是六分 是的 如果我們要正能量些去想的話 樂觀些 我們可以當這個是小病時福 它給我們一個機會去學懂休息 去調整自己的身心狀態 所以不要太過擔心 我會忘記了 你會忘記了 我會忘記了 我會忘記了